想要报亲恩 也可以礼拜慈悲地藏颤法 地藏颤就是慈悲地藏颤法 共有三卷 又称慈悲地藏菩萨颤法 地藏颤法 是依据地藏菩萨本愿 大乘大吉地藏十轮经 战查善恶业报经等 有关地藏菩萨的经典而制定 是所有颤法书中 比较晚出的一部颤法 凡报亲恩 祈求父母名符的法式 多离此颤 地藏参最主要 它是做于地藏经 做于金本 那有很多人 很多信徒 他真敬佩地藏菩萨 因为地藏菩萨 它是救护救人 文生救护 地藏不空 世不成佛 所以地藏菩萨的地藏法文 很多人收 甚至于 有人以念 纳莫台湾地藏菩萨 作为自己受显的金本 所以各位 我们信佛门的 佛法部分为生临立 就是意思是说 这佛法没有这个大门堂里面 但是什么所在可以立 就是说 我们的性心 我们的信心 都可以入这个门里面 所以 地藏菩萨 就是我们一般的信度 我们真敬佩的地藏菩萨 他的态主态逼 然后他的态观 所以我们就来拜这个地藏禅 拜这个地藏禅 让我们的旧行去做 都得到超声 让我们的入中都得到消毒 所以地藏禅 是我们一般的修行人 真的爱拜的一个禅本 地藏菩萨本愿经中讲到 未来世中 如果有众生能够闻到 地藏菩萨名号 礼敬赞叹地藏菩萨 或读诵地藏经 术画地藏菩萨像等 这个人就有无量功德利益 能够解脱过去世的业罪 不堕恶道 并能获得十种或二十八种利益 十方新闻 黄慧如乌中瑞 高雄采访报道